最近汤唯和他的女儿一起返回了内地生活,这一个举动也是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,并且也有媒体猜测,汤唯此次之所以返回内地是因为他的婚姻状况出现了问题。 这个新闻一经爆出,当事人立马就进行了回绝和澄清。 汤唯一直都是很多人心目中的女神级别的存在,很多人都以为他会嫁给一位非常有名气的人物, 但令人没有想到的是,他并没有嫁给同行人,也没有嫁给商业富豪之类的人,而是选择了一位名气不算大的韩国导演。 并且两个人刚开始认识的时候,连沟通语言都存在障碍,但这并没有影响两个人结婚,婚后的两个人一直都过得非常的幸福。 而对于媒体们,关于此次为什么突然选择了回内地生活的问题,汤唯本人回应说,毕竟自己仍然是一位中国人, 所以他认为,让自己的子女接受中华文化的熏陶还是正确的选择,所以他才选择了返回内地,让子女接受中国的教育。 而他本人澄清过之后,很多网友也都纷纷表示放心了,毕竟汤唯本人的事业的根基也是在内地, 所以此次带着自己的亲生孩子回国也是无可厚非的,网友们也没有必要追问什么了。